如果您已经打开我们刚刚这个Viru线上版 我们就一起来体验看看 好,您进来之后我给你的连结,给老师连结应该都是中文的 他的线上版都有中文,所以很OK 老师呢,您进到他的这个线上体验版之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您可以进来这个画面没有那么大,您可以在中间这个地方 中间这个地方 直接拖曳,改变一下他预览的那个大小 好,那 进来之后,老师有没有注意到,他其实也是 一张一张投影片,有没有 你看他中间,只是平常我们投影片是由左而右,是水平的 对吧,像Canva这样,对不对 好,那他在这边,因为这个数量会比较多,是用垂直的方式去呈现 所以你看我们play一下 嗨,嗨,大家好,我是Karen 今天呢,是在家工作的一天 今天想要拍的主题呢,就是 如果一天三餐都只叫外送的话 有没有,像这样子 好,那 您想看看 这个 您进到这个界面之后,我们先稍微看一下 上面这个主选单,这个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这个上面他有几个 主要功能 但是他 最大的特色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的编辑影片就像文书图一样 可以变得很简单 好,那 您看哦,我们看到右手边这里 好,你有没有发现他这里有一个叫封面 他有告诉你 上面这个 就是上面这一段 你现在看到的上面这一段 又是在做剪接影片 下面这一段 是在剪辑老师您的 影片里面字幕 就是像这样 所以你看 嗨,大家好,有没有发现这有两行 上面是剪接影片 下面是剪辑字幕 好,然后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就来试试看看 预测是嗨,大家好,我是谁谁谁 今天呢,对不对 那 我如果要颠倒过来怎么办 我是谁谁谁 今天呢 对呀 但是要记得 很多 等地是有种 一想要这样就拉上去 不好意思 这样不行 这样叫做拖曳选取范围 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我这样在选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拖上去 请你打个勾 因为你可以勾两个勾三个 对不对 你看我按住他 我看一下 好 这样 你看我按着他往上拉 有没有就丢掉 对掉过来了 剪接影片如果你是用威力导演 用剪印 你把揪到 因为我们要看那个断点其实很难 对不对 我看到的是什么 声波吗 我看不到字的内容 即使你有辨识文字出来 你还发现很大 对吧 所以这个 用这个 软体用这个云端服务 可以保护我们眼睛 这是第一点 你看我这样都给对他过来 你看 对不对 你看我们真的播看看 Play一下 我是Karen 今天呢 嗨嗨大家好 这样有没有很轻松 这是他的一个好处 其实跟各位老师报告一下 不好意思 我现在部落格上的这些影片 我都用这个做了 我已经用他大概 应该一年多 一两年了 嘿 所以我就 我反正我都很认真嘛 就要用我就 认真的用一下 就会 可能就会发现有其他什么问题 我需要去做修正 需要去搭配其他软体来辅助 来完成我的目标 老师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是目标导向的 我今天不是为了学软体来学这个 这样就没有意义 因为我要解决生活上 工作上的问题 那也许我可能用一个工具可以解决 用不到 我就有两个工具 三个工具 多几个 就可以解决更多 所以 可以顺便广告一下吧 好最近我在部落格上 我推比较多这个叫做 这个 这一系列的文章 就是 这一种的 我们家的快速见不见了 好 有没有AI创作大时代的 那我可能就是把 我们就是把AI当作一个工具 现在很多 大家都在学什么 学AI 可是当你AI就跟我们文书厨一样 你就不要想太多 它就是里面的工具之一 那能不能在我日常的工作生活里面教学上 能不能把它用上去 这样就比较好 我就这一系列我就会讲比较多这一块 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那刚刚看到的是调整那个 就是我们讲的影片的顺序对不对 再来我们看一下你看这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好 我是谁谁谁 然后后面今天呢不应该在这里对吧 老师那要换行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跳 你就好了 有没有 这样就换行了 对不对 今天呢 我看我是谁谁谁 害大家好 我应该把这一句拿上来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这两个黏在一起就好了 来 老师我们后面那想要到上面去 如果你在前面就倒退吗 在后面是按Delete 这样有没有感觉到我们今天其实是来上 文书处理课的 这真的很快 对不对 所以 好的你看我是谁谁 大家好 今天呢 是在家工作一天 好 我一样把它按Delete 他就上来了 所以我们实际测试看看 你看 我是Karen 嗨嗨大家好 今天呢 是在家工作的一天 今天想要拍的主题呢 这样简单吗 对不对 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咯 您看这边 再来您看咯 我是谁谁谁 好我看一下 我是谁谁 大家好 好那您看 这里 如果说像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语助词吧 有时候讲话会有语助词 今天是在家工作一天 那我要把这个呢 删掉怎么办 平常大家在我影片剪辑的时候 应该就会自动对过的吧 这样是自找麻烦吗 对不对 那如果你只有一个 你就来这边 好吧 老师还是记得一下 请问上面是编辑什么 是编辑影片 对 好来 你看我倒退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下面 也没有连字幕一起删 这样真的就没有了 实际看一下 今天是在家工作的一天 有没有就没有那个呢 这样真的很过分吧 可是如果你的头抽缆真的很多 还要花一点时间对不对 Ctrl.F 我们Ctrl.F 网页上 啊 你 你怎么知道 直接上群 对啊 有没有 那你还可以选择 目前在网路上有介绍这个软体的 除了 杏益老师以外 应该 就只剩我吗 我是从那边看到的 就去年的时候 去年还前年 有看到 所以呢 可是 他后来又增加很多功能 因为V2的更新很快 所以这个 老师如果以前有用 你会发现 有一些我今天讲的 可能你之前没有试过 你看哦 他不只可以 编辑字幕 如果你要像我们刚刚一样 影片 有没有 找到呢 这里一个呢 这里呢 这里呢 有没有发现 好吧 那我就把它勾起来 全部勾起来 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删除 右下角有没有删除 这样就会 所有的呢都不见哦 好 确定有总共5个 通通没有语注词了 厉害吧 好好玩哦 那我不可否认啊 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 也就是说你的文字跟你的语音 影片是完全对在一起的 那我们实作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落差 对不对 好 所以 但是 很多的这样的功能就像这样就可以用 所以这样老师就感受到他好用的地方 好 当然他本身呢 还有 包括像就是 你可以汇入外部的字幕啦 然后呢你可以加片头片尾 甚至老师我们现在有些时候需要双语 对不对 请问双语的话老师要怎么做 放到Youtube上吗 放到Youtube上也不能呈现双语哦 他只能切换而已对不对 就是说我今天要中文我可以切换中文 我要英文可以切换 可是我不能同步显示嘛 那这一块在他上面都可以 你看 对啊对啊 你看这里有添加字幕啊 我就翻译 翻成韩文 这样会很那个吗 老师以前那个威力导演要上六小时吗 我们今天是三小时不是吗 可是你会想就把他上 然后我们就 我们一个小时就上完就好了 对 所以我们后面就要搭配AI的 对对对 对对对 好你看 这样有没有中英文 中韩都出来了 有 对不对 当然你要做这种双语 双语的部分一定是最后再做了 那你再做一次还是 就是有改还是要再改一次啊 对对对 对不对 那你的 那个我们如果语片的部分觉得发现还是有多语的部分要去掉 韩文的字幕 中文的字幕也都一起去掉了 当然那比如说这里我如果不要delete他你就直接删掉 如果 我去掉这个片段的话 那个其中一个是 哦你说双语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 嗨对不对 那你按掉 这里 因为是线上版 所以他会告诉你说还是要下载有没有 可以有比较好的体验 哎有 真的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我看不懂韩文 所以我不知道韩文到底有没有删掉 但是中文是有删掉的 有没有 对不对 哎有现场早知道要翻成日文不是吗 还是英文 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 其实应该是会删掉 因为他是对那个时间点的 这样OK OK好 那甚至呢 他也可以直接在汇出 其实 他本身 其实还有很多的效果 就是你要另外插入 有比较有设计感 还是基本的文字 插入影片 插入图片 通通都可以 对对对 所以 老师稍微这样体验之后 我来找一个 我的那个 用这个做的 给老师参考一下 好不好 你就直接来看 这样可能 比较有感觉 最近比较没有录 这个好像 我看一下 没有 糟糕糟糕 看一下看一下 这个 有有有这里我也录一个 好 给老师做参考 来您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片头 加音乐 这音乐他里面的 好你看 我有放字幕 有没有 这个我先把Youtube关掉 你就 实险是这个就好 有没有感觉到 这次我就不好 一直现身 有没有一个那个 代言人在那里 这也是他里面的好吗 他里面这个其实 他还可以嘴巴可以动 但是不是真正跟着你的嘴行动 就是他只是一个动画 对对对 你有没有发现 我的影片里面还有一个 比较小声的背景音乐 有没有 在里面 不好意思 我都用这里面做的 所以你可以 比较完整的声音 那也可以进去之后再调整那个背景音乐的大型 可以看到在下面这边的话呢 他现在就把我们列出来 那我在路由的时候绝对不会这么刚刚好 对不对 所以我就在里面就简直 但是字幕 不是用他的 我是从外面再汇进来 因为他可以从外面把 你比较清楚的字幕直接汇进来 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其实 优改字幕是很花时间又很无聊的事情 那我如果能够比较正确 我就 更省事 你怎么那么聪明 他后来就增加这个功能 所以 你等同是录影软体 对对对 而且 就算你不要 直接 老师从手机录好传过来就好 手机录好传过来怎么传 等一下直接扫描QR Code就可以 就这样 不用安装App 所以真的很方便 真的真的 等一下我们就体验了 真的 所以其实老师占用他 当然他不是万能的 还是以剧情 为主的 我还是建议大家你就回到标准的 可是如果以老师像我们一般 比如说演讲 老师的教学 或是类似访谈的这种 影片 您用这个方式绝对是速度快 非常多 这个是 跟老师稍微分享一下 另外呢他也有 这个App App的部分 那么我有跟老师刚提过就是 iOS那边的 iPhone那边的 会有比较完整的编辑功能 那安卓的部分 他就只有字幕减轻 也就是他就没有其他额外的功能 其他语言 你会实际上之后的 有啊 对对对对 这个是他 一开始的特色 只是他搭配的是 Google的语音辨识 所以那当然就是说 口语化的没有问题 但是专有名词 或者是我们有 老师有时候我们会有 中阴夹杂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他的那个正确率 很明显就会这样子 简易点是这样子 简易算好一点点 但是 他在这一块还是不如 我们现在AI的部分 所以等一下我们跟老师介绍AI的部分 你就会 觉得说真的有差 好 那这样大家体验过了之后啊 我们 先跟老师介绍一下 他也是要存活下去嘛 所以他今年 变成1.0版之后 开始推出了所谓的那个付费的方案 其实在他没有变成1.0之前 这些都是免费了 就是说 我已经免费用大概两年多嘛 那现在 他的付费方案 我们先看免费方案就好 你看一下 你看这边 语音分析可以120分 老师你想看看你一个月的产量 影片的产量应该还好吧 对不对 第二个 你看 用AI发声 就帮你出声 1万字还可以 翻译 可以3万字 应该够了啦 那 哎 不好意思 人家也有结合AI 这个AI 比 Canva的 再强一点 就是说他生成图片的那个效果 他跟Canva很像 就是一次产生四张 虽然 没有办法像我们讲的就是 呃一些比如说什么Majuria 或者是Leonardo 那么的 就是丰富的功能 但是 他上面其实做出来效果蛮不错 而且他也有 跟 简印一样 叫做AI文字生成影片 重点是 没有版权问题 老师用简印的 像我们刚刚讲 简印现在不是有国际版吗 很抱歉 国际版没有这个功能 但是 你如果用简印的事实上 他有一个很很大的问题 他的图片 他的影片 来自网络上随便乱抓 对 所以你要用在正式场合 最好给我小心一点 真的真的 这个有很大问题 那你用Value没有这个问题 他帮你找的 或者用AI生成的部分 都是 如果是帮你找的图库 他是找免费图库 免费的影片图库 那你就不会踩到地雷 所以这个老师可以注意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用量 就是一个月会重置 一个月会重置 这样老师OK吗 因为重置一次 对啊每个月都重生一次 所以这些就是他的好处 他就是他还不是那种很死的 好像老师用DID你就知道 一个月之后 自动就消失 就是不能 就是要找那个信箱就对了 好 那 到底我们Value可以用在哪些情境 你看我这里有在简报第7页这里 你可以看到简报的第7页 好 你看 我把它 大概分成这几个情境 首先第1个就是 老师如果你已经录好标准影片 那你就会进去直接用他的Google 就直接做 这是最单纯的 因为在他一个软体面就可以完成 好第2个 你可以搭配简印 唯一导演 为什么 因为老师如果要做一些剪辑 影片剪辑 还是可以用他 对不对 老师你不要有了Value 就没有朋友好吗 很多老师现在用的Canva以后就没有朋友了 你没有感觉到因为Canva很万能啊 他好像就觉得 我就不用用其他的 可是这样很可惜 因为 Canva 还是有 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么 你就找 别人比较强项 来跟他做结合 这样不是可以做更好吗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可以搭配简印 威导演啊 那来做 那么 甚至呢搭配我们的 OpenAI有一个Whisper desktop Desktop 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会介绍的 AI的什么 语音辨识 当然也有线上的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他汇进去 汇进去使用 那再来就是 你可以用他的图文成片 因为他 也有AI 你的这个产生的内容 你可以直接给他 也可以怎么样 利用他本身的 CubeGP的功能 直接就在上面告诉他 我一个主题 大概的内容 他就自动把你产生出来 所以不好意思 我暑假7月份已经开过儿童班 我们上了5天的 AI的课程 所以蛮不错 那另外如果老师 你本身是有PDF的 比如说老师你本身就有简报 对不对 简报你把它转成PDF 直接汇进去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简报里面的文字 变成字幕 那如果你有需要 就搭配他的语音 产生 出来就文字产生语音 这样就很快的你的教学影片就做完 如果你是要根据你的简报内容的话 这也是那后来新增的功能 那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把它当作一个仲介软体 也就是说他最强的是什么 是不是字幕 那我编完的可不可以再拿回去 别的软体去做更进阶的编辑 可以啊 因为可能这边你觉得说他的特效啦 他的 这些图书还不够丰富 那你拿回去威力导演 拿回去 CAPCAP 这样是你又可以做更多的编辑 所以不要把它当作是最终站 因为 他本身也可以 只汇出字幕 只汇出影片 甚至你汇出什么 背景透明的影片他都可以 我们以前 对对对 就是说他不是 去背 而是说你录完的 假设我在这边 我背景不要 我不要有背景 那我汇出去 就跟我们图片去背一样 就只有这些 内容留着 然后旁边这边是去背的 有点像我们 用那个虚拟圣盆 像我有 很多介绍OBS啊 类似像这样 我们本来要搭绿幕 对不对 我后面才会变透明 是来可以合成 但是这个效果现在就不用嘛 你就可以在 这个 罗路里面做好的 背景 就设为透明 他就本身就是透明 你就可以拿出来 叠到别的场景上就可以 那个 英文版的 K-POP 有没有 也有 自动影片区配的功能 剪映本来就有了 剪映本来就有 所以 英文版的那个 国际版的也有 那这个背是 我 原本去给他 虚担音的背 还是我在 应该是这样讲 你要的就是 这个 不要有其他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只有比如说像这个文字 你可以在里面做动画 然后我可以在里面做一些 比如说我放一个影片我是放这样子 那旁边是不是就是去背的 旁边就没有东西嘛 那他 汇出去的时候就是一个背景透明 对 等于说你有需要做一点合成 但是我又 不需要用到 像 可能我们用的一些 虚拟胜本的软体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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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就是 我们 以图片来讲 就是我们图片用去背 那现在是你拥有 去背的 影片素材 对 好 所以 你看我们情境大概可以这样子 好 就可以这样用 好 那现在呢 我就要麻烦老师 您帮我把他的软体把它下载下来 好不好 不管你是用Mac的啦 用Windows 通通都可以 你把它下载下来 大概好像是两百多Mega 网页上面的这一个没有图文生片 对 应该说有啦 他在这边 只是你在这边会不能用 这个 在这边 因为这是网页版 网页版 所以他主要是以编辑刚刚那一段为主 那一段demo的影片 那如果您真正 需要就是 比较完整的功能 还是需要就是下载 安装软体这样 应该我记得是两百多Mega 所以 要麻烦老师您帮我先下载安装一下 谢谢大家